現在我要介紹閃爍LED的程式要怎麼寫 首先我們開啟D1迷你的鑽寫環境 在這裡呢他已經把你新增的檔案新增鑽案 所以呢我們直接在這裡打 我們第一步要先從machine模組匯入pin的物件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打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再來呢我們要匯入時間 的相關time模組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寫 import pin import time 這個時間呢適用於 寫幾分鐘他會做什麼事情 再來呢我們要先宣告角位 建立第2角位的pin物件 設定為輸出角位 並命名為LED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寫LED 等於 Pin 宣告這個角位 第2隻角位 然後 Pin.out 為輸出角位 這樣我們就宣告好了 之後呢我們要寫一個壞耳迴圈 壞耳迴圈的用意就是要讓他 他無限的循環 讓他閃爍 跟不停的閃爍 然後我們在這裡先設0.5秒 每0.5秒他會亮起來 每0.5秒他會 閃 他會 暗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寫 畫有 畫有True 畫有True 然後LED Value的值 讓他為0 再來呢我們先讓他 暫停0.5秒 這時候我們的Time就用到了 之後呢我們再讓他 LED的值為1 所以我們這裡打LED 點Value Value的1 最後呢我們再讓他 暫停0.5秒 這樣我們就完成 然後呢 我們可以先按存檔讓他去執行 Ctrl S 在這裡選一個 選一個路徑給他 讓他存在那個位 我們先選桌面 然後我有一個資料夾專門在除這個 然後我們這裡取個名字叫LED 然後我們按存檔 這樣我們就可以去執行 按這個綠色的F5這個播放鍵 點下去 如果你這裡顯示噴錯的話 你可以去檢查這裡 然後呢按下最後一個 然後在這裡 倒數第3個這裡 去檢查你的輸入 CAM的位置 這要先選這個 Device 然後再去選這裡 看你的USB 是這個在CAM D1 mini那個是在CAM 就選那個 我的是在CAM4 所以我就點了CAM4 然後按下OK 然後按播放 你就會看到你的D1 mini跟LED 開始在動作 現在我要介紹LED閃爍要怎麼接 然後我們先準備一個D1 mini 然後再一塊麵包板 跟一個RGB模組 跟兩個排針 還有兩條鍍棒線 首先呢我們先把我們的D1 mini插上麵包板 插上去之後呢再把我們的排針插上這個麵包板上後面 相對應這個黑色的 旁邊這個對下去 往下插 再來換另外一邊 插下去之後呢 我們再把我們的RGB模塊 把它放上來 這樣橫的插 這樣我們就大致上可以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接線的部分 要讓RGB模塊讓它亮的話要有一個信號線 跟一個接地線 那而這個接地線呢 我們可以接到我們的D1 mini的接地 所以我們先準備一條鍍棒線 然後找到D1 mini的接地的孔 D1 mini的孔 在 在下面這邊 左邊第二個 把他插下去 插完之後呢 這條 去插到 RGB模塊的接地 往下插 之後再拿一條鍍棒線 要讓它亮要有一條信號線 這條鍍棒線可以去接 我們之前寫的 是直接寫在D4這個角位 所以我在D4這個角位在接地的隔壁 也就是下面這個的第三個 所以我們往下插 插在排真上 插好之後呢 我們選擇自己要的顏色 我們先選擇一個 藍色好了 藍色是B 綠色是G 紅色是R 我們插在我們藍色 插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接電腦測試 我們先拿著準備一條 Micro USB的 線 插上我們的D1 mini 插上去之後呢 它會有一點 它會亮的 這時候呢 我們執行我們的程式 把它執行下去 這樣它就開始閃爍了 這裡也會跟著閃爍 這裡也會跟著一樣 跟它一樣 的時間反應是都一樣的 如果我們這時候想要換成是紅色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信號線拔起來 插在紅色這個地方 這樣這時候紅色就會跟著亮 綠色也是一樣 只能動信號線不能去動接地線 這樣我們的 LED閃爍接法就大概到這裡 謝謝